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公益青年就业电动机车的2.0版甚至是3.0版的方案 抨击市花费40亿元来推动5万辆电动机车的政策很有问题 市长谢国良达巡使表示没有要花这么多的钱 而且方案都会依议会的建议还决定来做滚动式的调整和推动 少爷请客 全民买单 少爷请客 全民买单 民进党机动市议会党团不但临时召开记者会 奉刺机动市政府推动的公益青年就业电动机车2.0版 甚至是所谓3.0版的方案 当时候选举的5万台电动机车的一个总额 将会负担 机动市将会负担高达40亿元以上的一个预算 要来执行谢国良市长当初选举所开的一个支票 那我想这40亿元的一个预算 其实如果用在其他的一个市政建设来讲的话 会给予整体的市政来讲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40亿在基隆市整体的预算来说 已经占了基隆市的五分之一的预算 这五分之一的预算并不是另外生出来的钱 它对于基隆市本身财政就会产生沉重的负担 走到今天一年了 我们发现工艺不见了 太旧换新的环保要求也没有了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政策买票的一个行为 在议事厅内也轮番质询和质疑 市长谢国良主政的市政府 以一辆8万元电动机车的费用来计算 总共要花费40亿元 来推动5万辆电动机车的政策很有问题 基于市府不断的变动方案 从1.0到3.0 2.0开始就未通过省议就自行宣布 没有具体化的范围 依据地方制度法 中央法规标准法 司法院的一个解释 我要求市长针对电动机车的发放提出自制条例 以上 如果以目前我们所看到 已知的青年电动机车即将要编列40亿 40亿能够做800栋房屋结构补墙 能够做1000栋房屋的外墙拉皮 应该非常明确知道 市长根本现在依照 村市长补助事实外里面 根本就是不能编列机车人的预算 那既然我们这是机车补助预算里面 编列在环保局民政策还有新冬组 所以这部分我们要请主席处 这边来详细说明 大家有问说 就是目前依照我们这次追加预算来评估的话 我们这个电动机车的预算 未来可能会增加到40亿 总共40亿的话 那请问染疫未问金为什么没有办法发放 这也是许多市民在询问的问题 不过也有议员立体谢国梁市长这项政策 议会也很多同仁不知道 我最近才知道 警察塌坏下来的机车 是直接给里长使用的 那当然不是在县市长您的任内 是在林市长的任内 所以是不是去查一下 这个是否合法 我想我们是民意代表 我们只是监督市政 然后来做民众跟市政府的桥梁 这个是民意代表的职责 我想不要一直一味的来指责 因为马朗忠喜不是很好的脸色 市长谢国梁达巡使者表示 没有要花这么多的钱 而电动机车方案都有依照议会的建议和决定 来做滚动式的调整 并且会提出机车券的方式来推动 但是会等到市议会有通过市政府提出的预算后 再来执行 那我想先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想应该是没有40亿这个数字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请议员来放心 我们大概不会用到40亿左右 这样子 我先跟大家来报告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在推动这个2.0方案后 那的确因为我们减低了这个门槛 那就有比较多的人来申请 那我也感谢各位议员的这个支持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开放这个门槛之前 就有很多的各党派的议员 都有跟我们耳提面密 就是说这个要给他放宽 要不然你有一个规定 那才100人申请 那你这个算是什么政策 那当然那时候也有很多议员 那你这个政策等于就是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放宽 其实是有跟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是有遵照我们议员在上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 临时会当中 给我们的一些耳提面密 给我们一些指导下 我们才有在这个放宽的一个这个情况 那所以现在有放宽了 那有更多的人来申请 那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就是如何依照法治的精神 我们也有找政风来开会 针对我们的3.0方案 就是说如何依照这个市民的期待 跟议员的垂循 跟我们的一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精神 然后如何还能够让民众达到他们想要的呢 所以我们就想出了机车券这个计划 那机车券这个计划就是不限场台 那也很感谢这个过去议会有跟我们指导 会后市政府环保局长马仲豪 也补充市长谢国良的答询内容表示 这次只有编列7亿元左右的预算 要请市议会审查 通过后来执行电动机车方案 没有所谓的40亿元 我们在这一次的追加预算当中 针对供应新年电动机车的计划 我们编列了5亿元的预算 那针对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新购电动机车的车体补助有2亿元 所以总共是7亿元左右的预算了 那我们总共的预算金额是这样 所以并没有像议会所指教的 有这么庞大的金额 另外市长说的机车券只是一种概念 其实是新的补助电动机车的进化版本 最多补助车体5到6万元 不限场牌 但是就没有资费的补助 它其实不是一个实体的券 那只是一个方便大家理解的一个概念 原则上就是讲的直白一点 就是民众他新购了机车以后 他会有一个发票码 那他凭着这个购买证明相关的文件 他就可以来向环保局申请我们的 新购电动机车的补贴 下半年有机会推出的新的方案 他与工艺青年电动机车计划是并进的 他的专案最大的特色是 他针对新购电动机车有一次性的车体补助 他补助的金额是5到6万元 但是他的月资费就没有任何的补助 所有申请的民众就是比照一般的民众申请的方式 跟各家车商选择民众最需要最适合的方案跟月费 马仲豪也强调如果预算获得示意会通过 现有电动机车补助方案和进阶版方案的补助 两者将可以一并实施 而在这一场定期大会上 市长谢国良上台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时 表现出身体略有为恙 因此市议员吴华家特地送上龙脚伞猴糖给市长 温暖的举动获得资深议员张芳丽的赞誓 半开玩笑的帮华家一座来征婚 让严肃的咨询气氛缓和了许多 宝贝袋中放置小布书沙林安抚娃娃等玩具 透过说明发展量表 让父母及幼儿增加亲子互动 同时检视孩子的发展状况 6 机动市长谢国良在议事厅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时 偶尔停顿 偶尔喘气 偶尔又咳嗽醒鼻涕 身体略有为恙 行政院考评的一个金安奖的殊荣于肯定 所以表示我们行人友善的部分 继续的努力推动当中 因此机动市议员吴华佳要质询前 还特地送上龙脚伞喉堂给市长谢国良 我想刚刚在前面报告的时候 大家都有看到你今天的喉咙的状态不太好 所以我想要在这边先送个龙脚伞的喉堂给你 而这温暖的举动也获得资深女议员张芳莉的称赞 也半开玩笑的呼吁有好的对象 麻烦大家介绍给还是单身的吴华佳议员 我看到我们的华佳他很温暖 真的是很温暖 有较好的对象赶紧保护 真的像这样子的女孩子的一个个性 是值得大家来学习 这也让严肃的议事厅直询气氛变得缓和温暖许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要强化长照居家服务 市府结合民间单位的媒合与捐赠 引进了专业的沐浴车 为基隆的卧床失能者提供倒宅洗澡及泡澡的服务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与多位议员到场 参加沐浴车基隆启航活动 期盼能有效减轻主要照顾者的负担 对所以说一台沐浴车的成本的造价器 不可以大概在200左右 基隆市政府特别跟民间台湾乐福国际慈善福利协会 及台湾利他资源整合社会企业共同合作 引进这台倒宅沐浴车 来为长照卧床失能者提供倒宅洗澡与泡澡服务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 在社会处长杨玉昕卫生局长张贤正的陪同下出席这场捐赠活动 包括市议员何淑萍 吕美玲 连恩典跟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生栋都到场参与 感谢有专业的沐浴车加入 来服务基隆有需要的卧床失能民众 我们沐浴车的话就是有这一个水箱 所以里面我们本身就可以打出水 然后我们还有加热气 所以说冷热水都有 对所以有些刚才他家里他如果说他可能没有热水器 这个时候他不用担心没有热水 那所以我们热水区会加热 然后我们会有冷热水管都会打出来 冷热水出来 像沐浴车他通常可以起一二楼跟沐浴车来做供水的动作 那如果说像三楼以上 甚至于二三十楼高楼大厦 那个情况就沐浴车那个水管长度就没那么高了 所以我们伙伴呢就是要 背着水管跟所有的设备 有电梯就坐电梯 没有电梯的话他们就是像比较老旧公寓 可能一到五楼他们就扛着设备走楼梯到上面 然后到上面利用跟人家的水桶或是有浴缸 蓄水然后用这个抽水马达 再把水抽到这个浴缸里面 他的整个供水方法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整个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基本上很简单就是我妈 我妈以前在吉统长大 然后现在在台中 是乐福在替他服务 就觉得这个东西不错 我妈也想把他带进来给他这边的朋友 然后就想说就绝对来车给这边服务啊 不管失智或是老年来这个患者 其实爱护尊严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车子 对他们来说尊严能得到回来的 因为有很多长者他们可能出不来 或者是失能者他们长期卧床要洗澡其实很困难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设施设备 送到家里面来提供给 长期卧床的病人来使用 我觉得是对于整个病家还有病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服务 也欢迎所有的这个失能家庭的朋友 如果家人有需要洗澡帮忙来跟我们申请 我们就能够打1966来说明需要 那么他们就会来派这个服务团队进到家里面来服务 透过公司协力精神 是否期盼强化基隆的长照服务 也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新丰街303项是透天别墅 但一墙之隔的海中天社区是集合式住宅 有400多户 20年前盖了一个挡土墙出现了军列 居民就很担心它的安全性 向市议员吕美玲来陈勤 经过土木济湿的线刊 研判挡土墙没有危险 未来将针对党土墙进行彩绘 过来了 还有蓬菇 你不看 很多人都会怕都抬头看一下 居民围在党土墙旁 拟据委屈 因为这座党土墙出现了军列 墙面凸起 让居民好担心 我们就看那个表面 已经蓬菇起来 你现在蓬菇再来就是落了 是不是 因为你做这个墙 算是台里的你用这样 是没关系 你要说这座兵塔尾要撞好 是不是 他没了 后来我们再叫他做这个管子 后来才做的 而居民也反映 挡土墙下方有泄水口 直接排出到303巷路面 有时水量大 也有污水 让居民无法忍受 比较大 他这个水都没那么大 他那个汇水会凑 整个都下来了 从那里广线 这个排水一直都有 下雨天下大的就会 往这边排出来 新丰街303巷旁 这一带都是透天别墅 但隔壁的400户大型社区 仅有一墙之隔 就隔着这一面党土墙 外墙被漆上天空蓝 但这几年来居民却发现 上方的挡土墙突起 军烈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向市议员余美龄澄清 现在已经年代也久了 大概二三十年了 现在它的墙有龟裂 跟那个已经有 就是凹凸不平的那个状况了 到底是雨水还是生物污水 我们也是会请相关的单位去调查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请 都发处邀请我们建筑师工会 来去看一下结构的问题 那如果结构有立即的危险性 那就必须要做补墙的工程 所以我们也请这个社区 能够来散尽社区的责任 原本居民一度以为 挡土墙内是一座水塔 经过隔壁社区人员说明 挡土墙上方是一座篮球场空间 泄水孔主要是排水功能 完全的空地 然后民众玩的地方这样子 对 等下就像都发提说的 请那个建筑师工会来评断 因为我们都不够专业 我们会找建筑师工会这边 来做牧师的勘察 那必须给予改善的建议 会刊后决议 市政府都发处将请专业技师 到现场勘察 而经过日前到现场 实际的勘察结果 党组墙安全暂时没有立即危险 建筑所强调未来将针对墙面进行彩绘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企业防灾越来越受到重视 基隆市消防局特别在爱买基隆店举办消防演练 同时制赠企业防灾挂图 透过企业防灾的演练 加强业者员工的防灾意识 让市民的生命安全有保障 吃火了吃火了 出脚之后 面包区 炒香火山火灾 卖场面包区传出电器火警 警报声大响 卖场自卫编组 立即启动 展开灭火急治救行动 同一时间针对员工和顾客进行疏散 原来这是一起企业的防灾演练 位于深溪路的爱买基隆店 是金融市唯一大型卖场 总楼地板面积大约4万平方公尺 业者从109年开始投入企业防灾工作 透过防灾演练来强化场所内员工防灾观念 因为我们智慧箱编组其实是在火灾发生后 才开始启动的 所以我当然希望说 火灾能够不要发生 所以有提醒他们就 譬如说店里面的一些室内配线 或者是一些用电的一些电器的部分 能够做一些检视 然后让火灾发生的几率能够降到最低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场所在地下室 那地下室有它特别包括疏散 以及我们消防同仁抢救 一些出入动线的问题 那这个我也会请我们消防同仁 在留意一下这个状况 那当然这个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可以弥补的就是我们同仁到的时候 我们都会要求店家跟我们做目前火灾现况的一些交接 包括发生的位置 还有疏散的人数 以及我们同仁能够进出的动线 大概是从哪边进行灾害的抢救 那这样能够更顺畅这样子 演练过程中消防局观察人员计算人员疏散时间 同时检讨各编组行动任务的执行状况 最后验证结果是否符合火灾界限时间 过程中还加入了模拟人员受伤情境 增加眼龄的难度 智慧消防编组这一次的验证 这个是精进版 那中央消防署针对这一些比较大型场所或是复合场所 或是避难落者像安养中心护理之家 因为他要知道他多少时间能够把它疏散出去 所以才会有这个智慧消防编组验证 所以验证跟一般的信念就是要去计算时间 那这个计算时间每个场所的时间都会不一样 比如讲你设有洒水设备 你设有防火器的话 它就会增加你逃生的时间 所以这个验证就是要来验证你场所食物的时间 跟食物去跑有没有什么落差 除了企业防灾演练 消防局也特别颁证爱买企业防灾地图 宣导预防性灾害 企业防灾是目前我们这个防灾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透过企业的参与我们可以让企业更深入的加入防灾的团队跟整个阵容 那整个企业防灾我们也会帮企业量身打造一些企业专属的防灾的一些地图 潜似地图以及整个防灾计划 那我们非常欢迎金融地区的各个企业能够来参与我们企业防灾的工作 那企业防灾工作基本上是对社会公益能够有很大的贡献 消防局透过自卫消防编组能力验证 加强企业场所员工防灾观念 让市民的生命财产更有保障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安 启成喽 5月梅雨季到来 大家出门要记得带雨伞 另外113年房屋税开征啦 缴纳期间为5月1日到5月31日 主力要来告诉您缴纳房屋税小配方 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靠就能完成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可以自由选择 就算梅雨季不用出门 大家也可以轻松缴 113年房屋税开征 一化缴纳 超给力 哇 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形了吧 真的耶 闪电通放行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挖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第一次违规 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第一次开挖整地 请通报02-2422-3339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季季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愈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5月18、19 这个周末就是国中教育会考 见得国中为即将参加会考的学生 举办祈福仪式 特别运用永续教案中 以米食为主题的课程内容 结合会考祈福活动 学校精选花莲当地的优质一等米 寓意学生吃了一等米 都能如愿地考上理想高中 即将要上战场了 不要怕 在这边全校师生都要一起 帮你们加油集气 见得国中为考生准备 包高中的祈福仪式 活动现场洋溢着温馨的祝福氛围 见得国中为了今年9年级的会考同学 准备了祈福活动 我们除了准备包高中学生的姓名 钥匙圈 还有准备的花莲的一等米 期望同学能各考上一等的学校 其中很特别事件的国中 运用永续教案课程 规划出采用花莲优质一等米 制作具平安祈福意涵的包装 共7款 孩子们签送名意义非凡 前阵子参加永续教科书的教案编写 设计了一款以米食为主题的课程设计 这次结合会考的祈福活动 我们精选了台湾后花园花莲的一等米 那祈祷各位考生可以吃一等米之后呢 考试也可以第一等 那每一包平安米虽然分量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也想传递一个观念 就是祈福不胜食 然后煮多少吃多少的观念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为会考的考生祈福 也为花莲加油 预祝各位考生金榜提名 校方也设计QR Code 开放给大家索取金榜提名祈福米 同时也准备了葱 蒜 笋等具有豪彩头意涵的美食 给予考生们正面能量 我觉得学校办这活动还不错 就是考前可能大家会紧张 然后讲一讲可能大家心情会放宽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也祝大家考的会很好 希望考的都会猜的都种 最近大家都很努力在读书 然后也会留在学校 晚上也会留在学校读书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考到自己想要的学校 感受市场们的关心与祝福 祝福学子旗开得胜 考的都会 写的都对 都能够金榜提名 会考高做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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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并且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盆栽机车 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欧根的老师就赚了10万哦 我刚才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50万 报你吧 只有10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 是诈骗 欢迎播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中心 简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设斩包出代管4.0 以屋换屋 可跨现实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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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关心吗 那我就是妈妈的 你一个人是 包住代管333 帮便行 安心住 幼儿专责医师 陪伴宝宝走过0到3岁 黄金发展期 提供连续性全方位的 整合性处理照顾 不只宝宝看医生 也让医生能更充分看看宝宝 每次见面 都让宝宝的健康成长 更进一步 11月1日起 宝宝出生 即纳入幼儿专得医师制度照顾 医生神队友 医生好帮手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